這就是你 今天看你 我們把我的背景 我們把3D打印 把這些假的東西 做到零零盡致 把上海外灘 把陸家嘴的景觀都放在我背後 你看這個東方明珠 有多假 都還在亮 今天在北外灘 為什麼今天要錄這一集 因為我覺得非常有意義 因為這次剛好跳跳 在昨晚遇到的一些事情 昨天晚上有看跳跳直播的人都知道 他声音突然很沙烂 感冒了 这几天比较贪玩啦 在上海一段的早期很晚才回来 所以跳跳跟他小孩都有累到 主要他小孩也有点咳嗽 那我也是非常担心 但是今天要录这一集原因 也是要透过这一集告诉很多岛内朋友 其实来到大陆 尤其你来到大城市 你不必要太担心 尤其在买药 昨天跳跳就 经历过一个超级方便的过程 因为在前阵子大陆疫情刚开放的时候 岛内非常多新闻 当时都在说哇大陆药不够啊 或者是说有一些陆配好像还拍了影片 说我们要买很多这个岛内的普拿藤 要寄回大陆 所以当时很多绿媒就在那操作什么 就说啊 台湾人的药都被大陆买光了 唉很无奈 那时候因为刚开放 那14亿人的地方当然不容易嘛 但是你看你现在买药容不容易 非常多权责 对那烧完了吗 没有 没有没有烧完 因为之前他们说太多新冠的人离开了 烧不完烧到街上 他们说发生在上海 那请问现在 他们可能有再生能力特别好 哦又可以再生就对了哦 那后面慢跑的啊大概又是我们请来的演员啦 但是昨天的经验很特别的原因是因为 我跟跳跳在讨论那跳跳的药是绝对没问题的 对 但是他小孩稍微有咳嗽 对 我们就在想说怎么办 对 我们要挑怎么样的药 对 比较小孩子可以吃 然后又加上跳跳啊 现在还要给小孩喝母奶 喝母奶的一个状况嘛 所以药也都要挑 那我昨天就跟跳跳说啊 很简单 你就透过美团大陆的这个外卖的app系统 对 你就可以怎么样 线上 咨询耶 看医生 你昨天试了怎么样 状况 我非常的义 哇 要坦白 我是抱持着一个堵下去的心态 我们身体已经不舒服了 有药 有人给你咨询 已经是最好的 对 那我就 因为就他有很多种选单 他并不是说 你只是感冒 他要跟什么内科 额科 然后什么伤寒 重寒 这么多 选单学完之后呢 就是你就可以 选择你要的咨询费用 所以等于他就是直接线上的一个 感觉像药剂师在帮你做答复 对对 因为为什么要特别录这一集原因 是因为太多岛内的朋友啊 对于大陆的医疗啊 或者是对于大陆这种买药啊 我太不懂了 不懂 常常会衍生出很多的物资啦 甚至很多人说 你确定要在大陆看医生吗 而且重点是 昨天那个资讯 他不是说是机器人回答你 对 这也是 我昨天小朋友就是那个 医生 那个药剂师还跟我说 要看他的舌胎 我满意外的 这么细哦 快速拍他嘴巴 然后就给他看舌胎 还可以传照片给他看 还可以传照片 所以等于他在线上 就是直接是在帮你做咨询的动作 然后就是医生看完你的状况 会帮他跟你说 就是他会推荐你几个药 对 然后他就会 你就可以按那个连结 然后就会出现很多药局 然后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比价 就等于是他这些药局 都有你要买的药就对了 每一间店就是在你附近的店家 对 然后当然也会有价差 可是也就是有价差之外 也会有送来的时间的落差 对 你当然就自己选择你要的 哇 真的假的哦 而且各位去破云兰 昨天跳跳叉 在问我说韩国人怎么办 我要怎么给小孩子买药的时候 那个时间是几点 就是晚上快12点了 快12点了 各位其实也不懂 对 我就跟他说 跳跳你就干脆 问问看线上可不可以咨询 因为我记得都可以咨询 对 对 因为这是很多台湾人可能来到大陆 或许他不懂 对 因为他会觉得说啊 大陆会不会这种医疗这个水平很差 或者你要买到一个药很差 就像昨天 我先给跳跳就是成人可以吃的 就是那个叫什么 999 999嘛 然后我相信很多大陆朋友都背在家里 像他昨天一吃完 诶 今天明显的声音就已经没有撒哑 但是当然还会有陆续咳嗽 那接下来再可能再吃几包 然后再喝喝热水 应该会郑重会缓解 其实在大陆 尤其你在大城市的话 你刚好来玩的话 对 你生病或者不舒服 是不需要紧张的 尤其他跳跳就跟我说 他跟那个药剂师在咨询的时候 他有蛮惊讶的就是他有回答他非常多的问题 我刚刚说这所谓母乳 对 因为这一切要问这些不就是问母乳的问题 对 那你在岛内呢 你当时因为我为什么今天要录这一集 是顺便要去对比 因为之前跳跳非常气愤 对 因为他在岛内他的小孩 他的老公 对 全部确诊 对 当时他很生气是说 感觉好像是被丢在路边 是 为什么 是发生什么事 因为那时候我们确诊 台湾就我们这些小老百姓 我之间的感觉 我们对于所有医疗 就是对于新冠这件事情 他所有的政策 都一直周旋在什么 7加7 7加5 3加4 5加N 可是以后面所有的 有关医疗的相关配套措施 根本就是没有任何动静的 对 那我们那时候是处于一个叫5加N 什么叫5加N 就是5天隔离 后面N天就是你自己看着办 你如果有验出是一样 你就继续隔 隔到你转阴为止 这到底是什么 他要嘛也不是说全面开放 对 还在放一个规则在那里 然后 那时候很麻烦的是因为 你所谓的5天 是不可以出门看医生的 那我们要怎么看医生啊 对 就是应该说我们一家都确诊 对 那我们要怎么办 然后视讯会诊又排不到 你知道吗 排不到吗 不是很多人都一直说啊 导电好棒哦 都可以视讯看诊 等了两天 蛤 用了两间 为什么 至少要等两天 这个我蛮惊讶的 不是马上就有哦 你没有 你没有在开玩笑吗 我真心没有开玩笑 两天 不是我不愿意看 然后也不知道可能啦 可能有些人跟你说啊 因为刚好遇到 周末假日 周末假日 我用美团也可以询问 等于你不是像美团上面 你可以 11、2点可以咨询 你要进去 就算你真的是 紧急状况的话 其实如果你不是像我们家这样 全家都阵亡了 对 你也不能去急诊 因为你就只能在线上会诊嘛 哇 因为台湾的规定就是这样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一开始 我带着我孩子去看医生的时候 还有被一部就是指责说 我们是出来害人 我不骗你 啊 那你要怎么办嘛 我不知道 你知道我那种感觉就真心就觉得 那怎么办 我就是那种 好像被踢皮球 然后 确诊之后我们需要物资嘛 因为我们不能出门啊 那我们家人都在外县市 那你总会觉得 那之前人家都有领到所谓的关怀包 可以给你一点基本的帮助 打去1922 1922踢皮球 踢到病房 1922就是你确诊 在岛内你要打到那里 然后看看要怎么办 对 然后踢皮球 然后接下来 问他有没有相关的帮助 他跟你说 蛤 我们早就没有确诊关怀包啦 就还给你用那种很轻浮 冷笑的那种口吻 给你回答 我真心没骗你 难怪你那时候那么气 气死啦 我真的 我真心那时候高超到39度 因为你知道成人高超到39度 是很破坏的事情 对 那相当不舒服 然后再来 就算你打你也只能打到所谓的急诊室 问护理长 对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就是 清楚的告诉你 就是不是像你昨天可以咨询美团 对 然后那里的 我感觉不要 因为基本上那一扔就是有什么问题就问他 他后续我跟你讲更夸张的是 我都已经结束了嘛 那后续还在持续在问你说 对于这一次的咨询啊 有没有 你说你问美团的这一次哦 对 真的啊 我说真的 哇 各位好惊讶哦 因为为什么我会那么惊讶的一个最大的key point 就是我们长期也是看到一些陆配嘛 他们也会说哇在岛内有这个所谓的健保啊 怎么样看医生多棒多棒啊 但是当你最需要的时候好像没有达到那个所谓我们不是最爱讲人权 是 那请问一下确诊的人权在哪 是啊 你知道那一种就是被叫到门口说你们在门口等 然后出来跟你说你们这样会害到别人 这种 因为你知道这已经是疫情爆发的已经要到第三年了 对啊 我们还在被医护的人指责说 你们这样出来会害到人 对而且我想讲一个重点是你也不是没有钱 是啊 像你要买药你不是没有钱说我我没有能力然后没办法买 哇这个我真的有惊讶到 因为之前跳跳跟我们讲这件事的时候 我还觉得说啊那应该可能怕是人太多不好排 结果不是今天听你这样讲原来是互提比较 是啊 而且你知道到已经所谓后疫情时代还可以搞成这样 我就觉得蛮厉害的 但是最好笑的是你知道这一切我都可以接受 是我没办法接受的是还在跟你说我们是什么防疫英雄 你知道吗 防疫兴趣 防疫那个世界瞩目 对 真的 我真的没办法 真的你知道当你真的生力前进遇到这种描示的时候 你看到这些报章码杂志媒体 整天给你们扯谎 对 所以难怪你昨天跟美团在那只一个线上 这个外卖平台 跟钥匙 咨询的时候会那么惊讶 对 而且他还就是要帮你药 要帮你送到你房间的门口 因为我们刚好住这间酒店有机器人嘛 十二点耶 我有一个我没有跟你讲到这个很有趣 其实我买了两种小朋友的药 其中一个药 我不小心叫了两次刨腿服务 就最有趣的是 那个第二次刨腿 就是重复的那个刨腿 一直追着我说 你有没有拿到药 如果你没有拿到药 你要去和销那个单 你知道他们并不是说 既然有已经拿到 你都下了我就多赚你一笔 没有他们是很严格在控管这个APP的 各位你有没有听到一个key point 刨腿服务 对刨腿服务 但是透过美团有个跑腿服务 等于是有专人帮跳跳他们拿药 送到酒店饭店 对 请问一下是在岛面 你应该没有看过这样的服务 你别说啦 新竹幸福城市好了 要24小时营业的药局都 收拾通数得出来 应该没几家 对那你在大陆 竟然就遇到一个24小时 对而且不是只有一个选择 对很多让你选 大家真的来大陆 尤其大城市大家真的不用担心 或者是被一些特定族群的人 释放出好像在大陆 买药或者就医 是很困难的那种假象 或者是只羡慕倒内的 所谓什么健保 各位啊 真的需要的时候 你管什么健保什么 其实你买下来也不贵 你跑腿三四十块 对不对 那ok啊 人命要紧嘛 所以为什么今天透过这个事 要告诉大家 因为这真的很真实 你看刚刚在跳跳聊天 不然你在咳嗽 还是你在演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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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对我这个我在演 可是跳跳确实是蛮不舒服 但是它 因为在大陆至少 可以用着这比较方便的系统 可以买到药 然后非常方便 24小时 基本上在那道的之下 可以赶快缓解它的症状 我只想告訴大家 人家可能沒有很完美 但是人家是不斷的 靜跳跳 祝福你趕快康復啦 真的 今天多喝一點熱水 好啦 如果有任何想法 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們斯達姐的分享 下次見 掰掰